用新鲜草莓芒果做成各式各样的面包蛋糕 让人食指大动 为维护消费者食用烘焙产品之安全 台北市卫生局针对蛋糕、面包、复合式面包进行抽验 抽验15件未经高温烘烤制成品或冷藏包馅料烘焙品 以及即时食品含生鲜蔬果 另抽验5件常温贩售之蛋糕面包 检验结果均符合规定 抽验地点主要在我们台北市的烘焙店、面包店 以及甜点店 总共抽验20件产品检验结果都符合规定 这次抽验产品当中有15件是属于未经高温烘烤的成品 或冷藏包馅料的烘焙品 比如说像是提拉米酥、乳酪蛋糕跟鲜奶卷 以及即时食品含生鲜蔬果 像是三明治还有新鲜水果蛋糕汉堡等 那是检验沙门市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 还有丹荷球增多性里斯特菌 以及大肠杆菌OE57H7 那检验的结果是符合规定的 那另外也检验了5件常温贩售的蛋糕跟面包 检验12项的一个防腐劲 那结果也是符合规定 卫生局提醒消费者购买及时烘焙产品时 应挑选干净卫生的贩售场所 并注意工作人员卫生习惯是否良好 另外含有生菜沙拉、蛋、沙拉酱、美乃滋、水果、奶油、火腿、鲑鱼等 馅料或配料的调理面包 购买后应尽速食用完毕 或放冷藏保存 以免酸化腐坏 那卫生指标就是监测食品卫生指标之一 如果超标的话就显示在制程当中 有卫生的一个缺失 虽然不至于直接造成身体健康上的影响 但是也显示说 该产品在制作过程当中的一些卫生状态不良 那也是表示它的一个状况 卫生的状况以及食材、器具 还有包装过程当中可能遭受到了污染 或者工作人员个人的一个卫生状况不佳 那台北市卫生局在这里要提醒 我们的消费者 在购买及时烘焙产品的时候 应该挑选干净卫生的一个贩售场所 同时要注意工作人员的一个卫生习惯是否良好 另外如果有含有生菜沙拉、蛋、沙拉酱、 美乃滋、水果、奶油、火腿、鲍鱼等馅料的话 这类的一个调理面包在购买之后 应该要尽快的食用完毕 如果当天没有食用完毕的话 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 都应该放置在我们的冰箱去进行冷藏保存 以免发生酸坏或一个腐败 另外针对夏天民众经常饮用的饮品 卫生局抽验市售包装饮料25件 包含咖啡、茶、苹果汁、能量饮料等 检验结果也都符合规定 相关检验内容可上卫生局网站查询 记者领带会台北报导 并水平均采访